下面一個問題是問,這也有人考過 有一個重物 上面有一條繩,下面有一條繩 然後請問你慢慢拉 跟快快拉,斷哪一根 我跟各位做的示範 快拉,慢拉有什麼差別 就這個意思,一樣的意思 快快拉斷哪一根 斷上面還斷下面 慢慢拉,斷上面還斷下面 請你告訴我 快快拉跟慢慢拉,各斷哪裏 各斷哪邊 應該找帥哥男是嗎 帥哥男 31 來,告訴我快拉斷上面斷下面 慢拉斷上面斷下面 還是都斷上面還是都斷下面 都斷上面 你跟我講 快的斷上面 快的斷下面 從來 快的斷哪裡 慢的 請坐 快的斷下面,慢的斷上面 為什麼 當你很快拉的時候 上面鎖的力量來不及作用 勾住的力量來不及作用 上面不動 下面拉走 所以斷在下面 慢慢拉的時候有機會作用 然後那個上面的承受的重量比較大 所以斷在上面 這裡有個影片 當然他也是那個香港的影片 解析度不好 不過沒關係 一直到就好 不過那位帥哥的表情有點好笑 就是了 帥哥 他放兩根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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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放兩根繩子 讓他不要動 然後我們先去跟他出來 媽媽在其中一時醒 我們在這裡會怎樣 快拉 他有過到 在下面 下面 然後這樣 我們再次去跟他出來 媽媽在其中一時醒 再來慢拉 看來今次又會怎樣 咦 好 這就是 我講過 這次考試有人會問的題目 這有人會問的題目 那原因 我給你解釋了 快拉跟慢拉 為什麼斷上面 為什麼斷下面 就是一個 簡單的問題 OK